记者翁紫涵台北报道,55岁韩籍歌手张岛哲过去靠歌曲北风红极一时还被封为深情王子,他还已是爱惜生下的24岁独生女张恩近来被抱以怀孕为由逼迫小4岁,原还在美国念书男友放弃学业回台,导致南方最高学历紧停在台北高中一夜,造成婆媳关系一度紧张。 本报接获爆料,指出张老哲独生女张恩以怀孕为由逼迫男友放弃美国学业,回台阶家中汽车零配件销售生意,使得南方学历仅有泰北高中一夜,让南方家人活有为辞。 小两口已在今年国庆日与内湖美孚饭店完婚,搬到大同区。 张恩过去在英国就读goldsmith学院传播系,梦想能当主播,老爸张宝哲2014年更带着他到中天电视台观摩爆料,指出张恩和老公目前在新庄区负责车用零配件业务和厂务。 对此记者致电张哲稿中国执行经纪李先生对方手机关机无法获得回应,张哲稿目前转网中国发展演艺事业,翻设自微博。